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暴力对决 官僚方是兄弟团队 对方是百托山少主 这也算是两个老对手了 兄弟这边还是双血 什么一石头化身加地府的组合 看了一把虎阵 对面依旧是双灵波一石头化身加地府的组合 鸟阵也是一把大克 给到官僚方的虎阵 速度方面的话 对面地府是抢到了一个二速 那前五速度剩下的都在官僚方 一把金刚拉上 开虎阵 为了一个虎头位的伤害 开场地回合 先点一个灵波城 小桑一挂 不给血雨 直接上琴三叠 再加一个经济部 直接带走 那官僚方这边也完成了一个低成本的点杀 那下个回合 两个血雨的话 先看看能剩下几个叶罗刹吧 可以继续针对 比如说对面的施陀拉 或者是灵波城之类的 剩下三个叶罗刹 疯狂阴阶 剩下两个 得了 剩下一个了 这一波下来 就两个物理系 输出叶罗刹都没了 对面前排宝宝 秒过来 估计一个叶罗刹也剩不下了 都得飞掉 哎呀 这虎头尸陀伤害也高的 对面 来针对一下尸陀陵 连接 还有林中鸟呢 再打一下 哎 这叶罗刹还活着啊 那就还能再输出一手 对的话有一把天崩地裂 也可以来点杀了 射身取一 小死亡 先点雪神末 有一把天崩地裂 混蛋黄点尸陀 血雨 尸陀 哎 163魔友触发 咱们看一下 林波城 加前排的宝宝 应该可以点死啊 问题不大的 天崩地裂 一波下来 一万三好家伙 这这点太简单了 这这跟闹着玩一样啊 就给弄死了 你血量再多 但是你没康幸啊 在这种侵蚀技能面前 真的是不堪一击啊 缺了一血神木 对两方 现在缺两输出 等到下个回合 林波城 白头是少主那边 就可以站起来了啊 对面继续 也是挂小死啊 还是依靠前排的宝宝 再来点一手 高连高空点杀 太容易 一把破碎 空蓝 合击了 合击是个好事啊 必杀 林中鸟 没弄死 它合击了 卡个蓝药 赶紧舍一把 放下苦道 这些特技现在 做得好大呀 现在官长方的难点 就是能不能把对面低服 给它弄死 哎 如果把对面方 避护 如果能弄死的话 其实兄弟这边 压力也就不大了 一把金青 怪男方开始走一个 特技首饰路线了 特技首饰路线 最高是可以反到 一千四百血 再来一把金青 那这个是反不死的 刚才说过 最高可以反一千四百血 这个 一千四 再来一万一 直接赶出 一六三 再换血米 吸收 地虎一六三 还活着 冠冠冠军 选什么 再倒地 转圈圈 转圈 保护再飞一个 射身去 夜 先救自己 人卡大净 防止 关在房这边 把地府给压死 白头车少主也属于那种 比较喜欢点杀的 一个三弓队了 咱们之前也看过 他和那个紫禁城 紫墨的三弓 人家就一如既往的 就爱点杀 确实也是比较喜欢点杀 这一波是 守住了一个石铁 花六十号的小特技 还蛮多的 就是这俩辅助 现在关键方搞不定 能搞定对面 这俩辅助 这比赛 熊丽就有的搞 有的搞 现在需要的是 两个血 什么的血量 搞这俩硬骨头呢 肯定少不了 两个血雨的帮忙嘛 再招 嗯 孩子飞一个 对量方的情况 也不是很乐观啊 再换 换 换 这边注意防尺 清一个薰米 还能守住啊 这还能守住石铁 1234 人家出163了 没守住 差一串串 吸收 秒死 两个辅助血量也不多 啊 关键方俩雪是墓 已经好久没有扔血雨了 一个是躺 躺满满了 另外一个血量不够 嗯 是活神佑 再倒地 那关键方这回是可以刺痕了吧 哎呀 但是化身世 瘋狗完以后 化身世就废了 一把瘋狗揪起来 对面 也是一把瘋狗 大家一起瘋狗了 喝酒了 哎 就你们刚才看见了没 喝酒了 看见了吧 写了两个字 喝酒 哎呀 这个就太有意思了 这个 喝蛇男酒 就本来蛇男酒 他脚底下是没有那种特殊的状况的 但是现在明确告诉你 他喝酒了 这个就太有意思了 很多小伙伴说 那他没动 那不就喝酒了吗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你知道吧 有些情况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刚才就是显示了两个字 喝酒了啊 大家可以倒回去看一看啊 因为你们看视频嘛 可以倒回去啊 大家打的现在比较乱的时候 你可能有的时候不注意 每个哪个人没动啊 还有一种情况 之前跟大家解释过啊 就是 比如说啊 我是一个二宿 对面是一个一宿啊 他笑领我的时候 我没有动 对吧 他笑我的时候 我没有动 他以为他笑中了我的特技了 实际上我是偷酒了 我下个回合还能继续放特技 所以我没有动 还有一种就是封印的情况啊 就你把某个单位封中了啊 你比如说把对手的地府封中了啊 你比如说把对手的地府封中了啊 或者是把对手的盘司啊 女儿孙把对手的盘司或者地府封中了啊 然后人家这一回合没动 你以为是你把他封中了以后 他这一回合没动 实际上是人家偷偷摸摸喝了个蛇蛋酒 对吧 但现在不行了 对不起 头上写的两个字啊 喝酒 这个就有点太尬了啊 明明确确告诉你写了两个字啊 喝酒 这才是偷酒的原型 因为蛇蛋酒 它是没有那个醉酒癫狂的状态的 它是降抗性啊 就降低防御的嘛 但是它没有脚底下踩的那个蓝圈圈 醉酒癫狂休息的状态 它不一样 以后这种小操作啊 就是 不太有了 有的时候咱们看豪门打PK啊 有的地府会带一到两个蛇蛋酒 还有就是二速盘丝会到 有的时候会带这个蛇蛋酒 别的门派好像不怎么带啊 基本就是一个地府一个盘丝吧 会带一两个蛇蛋啊 就关键时刻用 广阳洋窝 以前先拉起化生死啊 没有拉化 没有化生死 这没法打呀 赫然写的两个大字 喝酒啊 这个过分了 对兄弟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你也知道他要投酒嘛 他投酒都已经习惯了啊 但是兄弟们也都知道 还有就是啊 兄弟有的时候 辞行的时候会拉起两个人 比如说他一速丢了啊 他一速丢了以后 他会拉起化生死和地府 两个人 拉起来去辞行 因为你没一速 你只能拉起两个人 让对面去二选一 你去辞行 但现在不行了啊 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 两个人一起投酒辞行 以前他可以一个换宝宝 另外一个投酒去辞好 让对面去猜 你猜我哪个 对吧 我哪个投的酒 现在就得一起投酒了 你随便笑一个 到时候对兄弟影响还真不大 主要是他们那些 打高端PK的 就偷偷摸摸 偶尔偷个酒 解下紧箍咒之类的那种 行为 嗯 不太好用了 那石头这边触发行驶 没有变身 也可以起飞 但现在兄弟这么个情况 他已经是 没有点杀能力了 小死亡 点是一个 影响不大了 影响不大了 已经是 前排这些鬼速宝宝 基本都是些一刀火 对面输出太高 打过来五六千 基本这千速宝宝直接就飞了 你想想他这些签索啊 都属于那种超签索 速度超级快的签索 基本就没抗性了 你敏捷点加的太多了 效力藏刀 放一手 你看喝酒了 哎 他上面写的喝酒了 兄弟们刚才看见了吧 啊 这雪神木喝酒了 对面是给了一把效力的 啊 如果放在以往 最大方可能觉得 哎 我效仲他了 所以他这回合没动 明白吧 他本来应该这回合 此行的啊 对面效仲了 觉得他这回合应该没动啊 但是他现在喝酒了 赫然两个大字 喝酒 那对面就可以直接 换须灭 诶 等等 我在想一个事啊 我在想一个事情 是不是咱们就是看比赛的时候 他才会这么显示 对吧 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 是不是咱们看比赛的时候 才会这么显示 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是不会这么显示 策划搞出这个东西 只是方便咱们观众去看比赛 但是真正打比赛的时候 是没有这些花柳哨的 头上放技能的东西的 诶 我一会儿去看一看啊 好像也是 因为我做五开 我做任务的时候 反正头上不显示这些啊 啊 我做任务的时候 头上不显示这些啊 是不是只有咱们看比赛的时候 头上会显示 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是不知道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比赛 对吧 嗯 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啊 完了 后知后觉了啊 我感觉我有点后知后觉了 拜拜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